大家好,我是中基 我们又过来了 这里是丁元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面做月饼做了101年 算是个百年企业了 等下呢 我们上次过来嘛,是没有预约好 所以不能进到车间里面去拍摄他们生产的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是八点多,九点就过来了 然后呢,早上就可以提钱 然后早上的话,工人正在忙着做月饼呢 我们也可以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生产过程 喂 你好 谢谢,这个是更衣服吗? 是这里开的 我现在是更衣服的,有很多点是 我要等一下,但是这些给你做什么 干净这些给你 衣服要穿的话 衣服 这个厂发是比较要求严格的 要带一些最基本的食品加工的一些东西 这是为了防止那些头发碎线吗? 嗯,对 外科医生一样 有点像,有点像 我看你也有点像 你那边走 我那边走 哦 它里面也要换衣服吗? 有衣服换 有衣服换 出发,出发 没有 没有 这样的 风铃室 哦 这个是干嘛呢? 风铃室就是 相骨吗? 那个有一个风 很猛的风吹过来 那 我去吧 去吧 我去吧 去封城吗 一次性可以进入多少个人? 嗯 也就是30,40个人吧 对 还挺大风的 它这个就是杀菌吗 好门开了出去 对 往外推 然后 扫一下 那这个现在是一个这么大个的只能做一个月饼吗 对 它这个就是一整个大的那个月饼的馅料 我第一眼的话就把它看成了一个馒头 既然是外面的 到时候会送出给大家吃喝月饼 大家品尝完之后呢 可以给我一些回馈 我来确定一下 在8月15的时候 我们 我们这边就可以确定一下 8月15的时候 我们会带货的一些月饼的 味道啊 价格啊这些 就提前把这些东西给做好嘛 现在我们就提前来参观一下 看里面厂区吧 你好 我这边的话对于这方面支持还是比较匮乏 请问一下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就是每个工位的安排 还有就是一条流水线下来 它需要经过几个工位之类的 首先是这个馅料 因为我们那个师傅就把馅料搅拌好之后 他会拿出来分砖 然后有师傅在这边说每一个月饼的大小 它那个重量馅料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在这边的那个衬上分砖 分砖好不同的那个重量的馅料 好了之后 然后这边皮每一款皮的那个重量也是不一样的 反正有分进每一种规格 然后来来来制作 都算做一个标准生产的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有一个标准的标准的要求的 然后皮的重量跟馅料的重量都是有要求 然后分好馅料之后 然后这个师傅是在擀皮 擀皮之后然后是在包皮 包皮的话现在就是整个工艺这一块的话 包皮是必须要手工包的 然后这个对师傅的那个工艺的要求也是蛮高的 那师傅现在所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包皮 而且这个包皮的话 我们就是手套也没办法带 带了之后那个包皮的那个会包不起来 会有点脂皱感 手感会有影响 手感是会有影响 所以现在传统的一些月饼 其实还是纯手工制作的 那些就是 然后接下来有个步骤 就是因为皮包好多 我们要有一个成形的过程 这个成形的话以前是用这个宽 然后自己一个压出来的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工艺升级之后 可以直接用机器来代替 这样子整个压的那个月饼会更均匀一点 以前只能说靠模具那样子压吗 就是像这种圆的模具 等一下让它压一下给你看一下嘛 好的 这些就是得说一个半成品 那样了 压好烤好就应该差不多了 前面那里是 我在外面看到的月饼 我在外面看到的月饼 月饼的保护期一般是多久 月饼期有40天 原来没有真空包装的时候 大概只有二十几天 所以说你们这里 应该都是接近八月十五的时候 才会大批量做 对但现在的话基本上也都提前了 现在这两年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已经说会提前购买什么的 这就是手工压制 对 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正常的时候买这些月饼的话 上面不是都有一些标志 比如说你去什么饼家 这家为什么 现在还没有多让它的工艺吗 是什么馅料还是什么 在表皮上面它会有一些标注 没有 这个没有 我们这个标注不了的 标注不了 对它这个的话就是成型了之后 我们会在外面撒一层的芝麻 对 不得说现在已经是半成品了 对 然后这个好了之后 等下会去撒芝麻 撒好吃 然后再去烘烤 哦 那个是网红月饼的馅料 网红饼它现在还没开始做 对早上刚开始是在做传统的月饼 看了一下这个月饼的尺寸 确实也是非常惊人的 它光馅料就有一斤多吧 一斤 这个有的 这一款大的话也是有的 然后馅料的话有大概近二十种的馅料 然后搭配搭配起来的 哇 我 你我是广东 对你是广东 广东那边都是那个广市月饼比较多 然后馅料会比较单一点 对对对 它这边的话你看有瓜子仁肉蜜枣冬瓜条 花生仁芝麻然后有葱 反正馅料是真的有很多在搭配的 很丰富 大家看一下这个馅料 特别的丰富 里面有非常多的 哦 这个是板栗 这是板栗的 对这个是板栗线 然后这是大黄线 然后到时候这两个结合起来之后 然后再把皮包起来 就是我们当时看的那四个的馅料的其中两款吗 嗯 这个是板栗 板栗的话那四个里面好像没有 没有 有一个直属的是有的 哦 是有的 直属的话也是有这个弹环的 但是就这个板栗换成那个 那些你们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被开成大栗的样子吗 嗯 差不多这还有十来天左右吧 嗯 不行 那刚刚介绍了这边的 嗯 嗯 那刚刚介绍这边的工会之后 他做成半成品之后 要怎么样去烤啊 他办的哪里烤啊 嗯 在三楼 要到三楼 就这里好了之后等一下 我就带你们去三楼再看一下 烘好的那个时间 好我们去三楼看一下 好 好可以 诚哥刚刚开玩笑的说 这边有现在做草的吗 有的话我们等一下也想 就尽快试一下 早餐也没吃呢 哈哈 因为他现在师傅还在调试 所以就还没做 因为他成型机器就一个一个压过去 哦 以后就靠这些机器压就好了 啊 对 有一些那个机器替代过来的话 还是会比较好的 就很多 就是那个 均匀一点啊 对 会比较均匀一点 但是包皮的话 它是机器暂时来说代替不了 完全代替不了 因为有试过 就包出来的话 跟我们实际手工包的 其实还是有差距 因为主要是我们这个 限量比较多 然后也很薄 我们烘好的师傅 然后他这个楼下已经成型的月饼 拿下来之后 会师傅这边会打散芝麻 就刚刚通过刚刚那个电梯上来吗 啊 对 不是 我们我们中秋满的时候是这边 这边有那个流水线 流水线会直接上来 平时中秋满起来的时候 那个电梯是不用的 大概一米应该就满两个月吧 啊对 因为毕竟中秋还是季节性的咯 谢谢 这边应该就是撒芝麻的地方了 这撒完芝麻之后才能上上面烤 可以看一下师傅撒芝麻的过程 撒芝麻呀 那是什么呀 支揉吗 那现在要给那个 二点六耶 中文字幕提供 感觉像这些芝麻的话 应该是有一点湿度的 湿的可能 湿的 湿的 它是放干的话 容易烤糊吗 还是对 它撕一下比较好打 打不起来的 我听到这个声音就比较 没那么清脆 能听得出来 师傅还是非常熟练的 这个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 十几年老师傅 我看他的操作手法 就是很熟练的那种 很流畅 很有那种感觉 老实一点 这边应该就是在烘焙了 但是还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的 只能看到一点点很小 现在整个工厂呢 跟我们闻到一口很香的那种烤饼的味道 就刚刚师傅在那里垫了几下 我都口水都咽了好几次了 很想一口咬下去 试一下是怎么样的 大概烤一轮的话需要多长的时间左右 十分多 十分多 那等一等 我想看一下他月饼刚刚出来的话 是什么样的感觉 十分钟起来 翻身 起锅的问题吗 要50分钟不是10分钟 50分钟了 听错了 对他烘烤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因为里面馅料比较多了 所以他中间还要再翻身 然后再烤什么的 然后 因为这烤的时间比较长 早上有那个烤好的可以去看 他是指 现在做月饼的话 只在早上做吗 他下午的时候就算 我们上次过来 对 我们师傅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所以我们的生产 基本上都是安排在早上 但是当初的东西 是一天到晚就在生产 也能够想得到 因为做月饼的话 它是一个季节性的工作 他不可能说是一个 呃 做做两个月 然后今年就不用做了 不是这样的 好大的一个生产 加工油水线 现在的话功能还没有全部动用起来 就是还没有到真正 需要赶工的时候 这家月饼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他的一年卖售月饼呢 是大概有三千多万左右 在整个温州地区呢 都是不知道大家没有做烘焙的一个经验 我以前呢就是在甜品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 大概有半年左右吧 他这些饼子烤好之后呢 是需要用风扇直接吹 吹干一点之后 它会有一个比较酥脆比较爽的一个表皮 不然的话 它味道上面的话 确实没有那么 没有没有 这个羊角扇的话 它是通过散热吗 怎么样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中处蛮的时候 有一个冷却茶在那边 很冷却的 整个流水线在走 因为现在炼少 我们都还是最传统的 直接炼风扇吹 它去完之后 它表皮会比较粗脆一点吗 它这个主要是一个冷却的 因为如果月饼内 如果还在热的话 就包装起来 到月饼皮会软掉 所以要把它完成冷却之后 然后才能包装 它这个就是等于说包装里面的样子 就这样的 对是的 这就已经算是月饼的成品了 成品了 对 好 这个就是整套的月饼上的成品 这个已经是纯品了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这种传统月饼制作的时候 它不是那种烘烤的烤鲜的 就是这种炭 然后月饼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拉到这边过来 就是在炭上面的 所以是炭烤的那种月饼 最开始 那个是最传统的那种手法 以前是炭烤的 对 然后也是都后面演变过了 因为炭烤的这个 其实每一次只能烤几个几个 所以这个就变得很很少很少 然后树链跟不上来 然后后来就有了那种电烤鲜 这个模具是不是有一根线在那里 要把它切开那种 好像是这边有个刀片 这个就是可以给它压平 压平了之后用这个刀片 然后给它那 有点那种以前做的 种大土砖的感觉 对了 因为这些东西 现在其实也比较难找到了 对 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对以前留下来的东西 百年了 这个感觉有点那个 一麻将那种意思 一麻将 确实确实 你看像不像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是有在做一些糕点什么的 嗯 这个都是百来年了吗 这些东西 对 传下来的 以前做月饼 就我们今天拍摄的那种包装 是哪一种啊 今天拍摄的月饼 嗯 就是我们其实传统月饼的话 有十几个 十几个包装 价位的话在三十多到两百多 嗯 嗯 然后其实主要是 看 就是从小的话 就是三十八的那一款的话 就是我们传统的 就是 最传统的那种 一直一直保留下来的 嗯 然后在晚上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随着时间的变化 然后现在慢慢加入了一些新的配料 新的配方 有加了蛋黄 有加了那个桂圆肉 然后还有加了核桃 杏仁 就是各种各种配料的 还有加进去的 所以 每一款的话 其实价位不一样 也是有各个配方的不一样的 看一下这些包装 它是非常精美的 又刚刚只拍了一些素的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整体包装 非常精美的 这个可以直接撕开吗 可以 直接把它撕掉 等一下切掉一旦 不是撕开它这样一拍 里面就能表面就知道什么东西 这个也撕开 这个是板栗的 对 我感觉板栗做鱼饼肯定很香 很香 很好吃 很感觉有点牛奶甜 一炸的一炸的一炸 这个呢 我们都等一下 我们这个不行 我们就买走就行 这个现在是空的 这个没有 没有 对 这两个 应该是管理 这个也有 你吃的也没有 知道吧 哇 不着急慢慢来就可以了 你拿着过来摆上吧 你拿着过来摆上吧 平常摆那个视频 嗯 要不要切小一点 嗯 远远就能闻到味道 看里面的料子 这一块肯定最好吃 这一块肯定最好吃 都好吃了 放开我那块蛋白 所谈进去 竹竹女 professor 还是比较松软的 它可回来摆上牛奶的豬cake 你去外面 切了座 感覺很大 沒關係 不用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稍微嘗試一下這個味道怎麼樣 嗯 鬆軟 酥脆 非常的香 好 這個是板力月 現在可以吃了嗎 可以 稍微嘗試一下 哇中間好厚的一個夾層在中間 看起來就像一塊五花肉一樣 中間夾著一層很好吃的東西 我還是很喜歡吃板力的 因為那個香味實在是有點抵擋不住啊 嗯 蛋黃的味道也很濃香 然後呢 口感各方面都可以 都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最香的話還是傳統月餅 可能是我吃過一塊的原因吧 然後 這個板力還是 對是有道理 嗯 這個是58吧 啊對這個58 我剛剛試了這兩種 我覺得傳統的還是好吃 對傳統的東西其實它還是有它自己不錯的那種鮮 嗯 它可以傳承下來 幾百年這樣傳承下來是有它道理的 現在 現在我們這個也是省級非儀的那個 傳承的手藝 一個是48 這個是多少錢 這個58 58 買了兩盒月餅打包帶走 這就是我們今天 拍攝過程了 因為我們看之前看的那網紅月餅嘛 它現在的話還沒有做出來 好了 喜歡我們視頻 請告知貓 拜拜 拜拜